目前感觉起来 侯柯两个人是不是会感觉 都立场有些松动 也都软化了 现在就等什么时候来谈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对于这个郭台铭的独立参选 我们看到呢 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日本学者 小立元新信 小立元老师也在讲 他就说他发现了 从这个环球时报 或是联合早报 这些相关的媒体的报道来看到 比如说呢 引述了北京相关人社的说法 说认为郭台铭独立参选 等于保送了民进党 参选人赖清德上台 虽然他说 以这样的报道来向定论 不完全恰当 但至少可以感受到 中共并不欢迎郭台铭的参选 首先第一个 前面讲到那个投票的结果 很明显的 这个大部分 我们像中天大爆挂的 这个观众朋友 就是觉得赶快整合 赶快定案 可是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三个人 有可能比如说 我没见面 然后呢一个小时之后出来 我们已经谈好了 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谁当行政院长 谁当什么 通通讲完了 然后呢 大家掌声鼓励 如果有这种童话故事 那王子公主 从此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能够喝到咖啡已经实属不易 如果真的要整合能够先见到面 再来才能去谈说要谈什么 不要忘记了 比如说像柯文哲那边就讲说 我不是来跟你分位置 我是来谈理念的 然后呢 这个侯友宜那边说 我不可能当副手 那郭台铭这边说呢 他是这个不设前提 什么都可以谈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调性的时候 这个谈判 或者说这个沟通 他本身就有一个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两个人谈都很复杂 更何况是三个人 那所以第一个 我还是回到前面讲的 郭台铭他现在要把他的筹码垫高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 他的筹码最不利 他现在在谈判桌上 他的筹码最少 所以呢 他如果筹码没有办法垫高的话 他没有办法跟这 蓝白这两个政党去叫牌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现阶段把筹码垫高 那如果他筹码垫不高 那很 我是比较认为说像博弈说的 也许他不会撑到最后一刻 但是如果啦 他垫高筹码有两种形式 一种叫做民调 一种叫做联署成绩 所以至少到 我讲至少到11月2号之前 这个整合大戏 原本来大家从5月17号 焦虑到8月23号 现在可大家还要再焦虑到11月2号 也就是说 只要今天在野阵营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没有办法完成整合的程序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说就算郭台铭真的 拿到了参选门票 选到底 也有可能最后是12月 假设12月30号 柯文哲 郭台铭 侯友宜三个开一场记者会 说我们全力支持谁谁谁 当这个韩国 韩国这一次的隐习月 就是在这个模式下面当选的 他们是有两个 两组的这个在野党的 最后全部全部宣布支持隐习月 可是在台湾会不会发生 因为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个叫做所有人都参选了 可是参选人自行放弃竞选 去宣布支持另外一组 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不知道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传言说 最后的结果也许是朝这个方向 但不管 现在就是一个零 现在的整合进度叫零 什么叫零就是 还没有见到面 虽然赵春山老师他说 这个彼此都已经有这个互动 有一些默契 有一些私下的默契 但是还没有公开的 去往前推进这个整合进度 我当然是乐见再也能够整合 但是如果今天整合 能够成功的话 整个在野势力的 就是那个叫做 对赖清德的威胁性 才能立刻出现 现在我们最害怕 前面包括前面上一段 淑惠跟宇轩都讲过 现在所有在野阵营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整个在野支持者 投票动能降低的时候 会连带影响国会立委的选举 对 这是整个包在一起的 因为我愿意投总统的人减少了 立委相对来讲 蓝营或说在野者 就是说非民进党的选票 就会分散就会流失 而让很多原本乌乌坡的选区 最后民进党渔翁得利 就不只是影响总统 更影响这个立委的选战 所以呢你说 民进党有没有可能下个会期 下一次的 下一届的立法院还过半 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本来很难的 本来对民进党来说 下一届的国会要过半难度极高 但是在现在整个在野乱成一团的状况下 民进党是有可能独立过半的 独立过半就是继续混乱 我们的这个执政党就是继续全拿 赢者全拿 继续嚣张啊 没错 立法院他们想要过的法 没有一个不能过 最后就会变成这样的局面 这是我们在野阵营希望看到的吗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大人没有办法去 应该要有智慧的大人们 如果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问题的话 要解决问题真的很难 好那再来我们讲 小丽媛老师说 她说她的研判是从一些媒体的报导 认为在中共的态度对 郭台铭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友善 不是那么欢迎她参选 其实我认为中国大陆 欢不欢迎谁参选 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在台湾 在台湾 因为中国大陆人又不能来这边投票 可是这个 这个只是证明了 昨天郭台铭讲的那一段 就是什么 鸿海在对岸的一些事业布局 会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她是讲了一副这个什么 好没关系 没收吧 其实这一段反而是凸显了郭台铭的荒谬 其实是荒谬 一个企业 你都说你已经退休了 你都说你只是股东 对 那你怎么会去讲说 来 做它 来 就是你把它没收吧 现在的鸿海的那些干部们 这些这个实际在营运的这些的干部也好 或者说负责人啊 CEO啊 他们心里面做何感想 投资人都受不了了 就反映在股价上了 没错 也就是说你一方面说你跟他没关系 但二方面又说来拿去吧 通通拿去吧 那不就是证明了 其实你还是有实际影响力 当然因为你是大股 但是鸿海发声明了啦 鸿海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是无关了这样 四年前郭台铭交棒了 对 但是他是有大股东嘛 大股东是有实际影响力啦 但是呢 我要强调的是 郭台铭先生在处理这个 外媒的问题上面 我认为他还不具备 这个国家元首的 成的那种叫做风范 很明显昨天的所有外媒的提问 就在戳出了郭台铭的 那个叫真面目 让他的那种自大 然后呢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那种 真面目全部被戳破 甚至自己很得意洋洋的问 下面说 问媒体说 你看我都回答了吧 然后外媒冷冷的说 没有 那一位讲没有的就是 那一位金融时报很有名的 喜嘉玲 他说你都没有回答实际的问题 没错 然后郭台铭还呛他说 这不关我的事 所以 怎么会这样啊 我必须要讲 如果他 如果郭台铭先生觉得 他昨天那时叫做外媒对他的 其实这应该是第一次 他跟那么多的外媒 回答这些问题 我觉得外媒对他的评价 应该普遍不会太高 尤其是在那个 对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那位资深的前辈的那个对话 你人家住在台湾几年 跟他问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对 而这句话其实是凸显了郭台铭的傲慢 我觉得要选总统的人 其实即便这些外国的媒体有 他们在台湾是没有投票权 但是因为现阶段 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媒的记者 要到这个现场去 是因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攸关所谓的 我讲台面上所有候选人都知道 攸关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 台海之间和平与战争的抉择 而这些外媒的记者 未来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给全世界的国家的 这些关心台海互动 台海和平的这些国家也好 领导人也好企业家 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选情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郭董他没有 他没有散尽他一个 所谓的企业家的职责 理论上他应该 如果今天是一个CEO之国 你应该要把 告诉大家我们中华民国 有多么的民主 有多么伟大 有多么的好 可是呢 去在昨天的那个表现 我看不到他的格局啊 我只觉得 你就是一个很任性的有钱人 这会让人觉得有一种 就是你也没有准备好 你真的没有准备好 所以 这个跟他能不能参选是两回事 他现在要去联署 是需要争取人民公民的支持 公民的支持 愿意给他29万份以上的联署出 他就可以参选 但是郭台铭先生 他到底有没有想过 他的参选要成就什么 那句我心常造中华民国的 那八个字 请问郭台铭先生 现在你的心里面照应的还是一样的中华民国吗 你还是希望中华民国能长治久安 永久和平吗 可是你的路径跟大部分人的观感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如果是矛盾的话 是你出了问题 是有钱人的快乐 就是这么不实无华且枯燥 还是说我们这些平凡人的想法远不及你 我觉得这是你现在应该 我是奉劝郭总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这是你的决定 你要不要去整合 你要不要选到底 这都有你自己决定 我们只能告诉你 现阶段你还没有那个能力 能够成为国家的元首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不理想太阳了 未经许可,不理想太阳了 发生! 未经许可,不理想太阳的 草莺 优惊 未经许可,不理想太阳了 小禅 来,不理想太阳面生菌 每尾过草莲 下辈到小禅